主席 主席 陳主委 張次長 議會列席的官員各位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那個 金管會的陳主任委員 陳主委請 主委早 主委 我想那個財政部長說 針對熱錢稅 外匯管理主管機關會 中央銀行 行政院金管會 那財政部啊 對外匯 外資賄賂的這些資金 從事各項的 經濟投資活動後 所得課稅了 那請問您認為財政部 這樣的說法是不是認為說 解決熱錢和財政部 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以您的看法呢 這樣子齁 跟林委報告 其實呢在這一個 這段時間內齁 我們財政部跟中央銀行 針對這個熱權 其實我們也共同做了很多的努力 其實大家都是合作無間 所以如果說 現在這個其實這個外匯的管理 當然基本上是主要是央行這邊的資權 那央行如果說有需要 我們這相關的部會來協助的話 我們都會很樂意 所以說你認為還是有相關 那個主委 我想今天報紙齁 大標題的報導 這個打突英 央行 這個金錢外營 外 這些外營 那台幣昨天前天的實質交易 其實已經攻克了 29.5的這個關卡 那這個央行 這個 要拋會的 拋會量大的這些 外營高層啊 來喝咖啡 那請問這是不是代表 這個 台幣匯率已經 這個 可以說已經失控了 因您的看法 因為這基本上面齁 整個外衛的管理是中央銀行的資權 那這個我們對中央銀行在這一個 維持這個外匯穩定 金融穩定方面 我們是非常有信心 那我們一路上也是提供必要的協助 這樣齁 那那個 依 央行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我講熱錢啊 這個 是不是已經沒有辦法去管控了 央行 應該對這整個情況 他應該都能夠充分掌握了 因為你看這個 早上這個 報紙頭條啊 第一條你看 打突英央行金錢 這個 這個 金錢外營啊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 中央銀行 他根據他的中央銀行法 他本來就是 對於這個專案 他有專案檢查權 所以他對於他的各項的業務 如果說他覺得有必要 他本來就可以對 進行業務的了解 跟檢查 所以說他這是 例行性的工作 我是說這個 這個是央行的權限的部分 而且呢 他對於這個他的業務的這種專案檢查 本來就是很正常的 那個主委 那你認為到底國內的這些外商銀行 有沒有帶頭 來 做這個炒會的這個事實 因您的 論點跟看法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我在報告一下 就是整個這個 外匯的管理 還是在將 還是央行的職權 那央行呢 基於他這個 業務上面的檢查的需要的話 這個部分其實 做為這個 我們也是這個 這個可以說 金融建立的協力單位 對嘛 我們基本上我們是 可以說是這個 支持啦 可以說支持 就是支持 央行這樣的做法 是是是 那另外的話 基本上面 固然就是說 這個 這個銀行的經營 它有利潤的動機 的考量 但是呢 這個銀行的經營 其實也應該配合政府的建立政策 那個主委 我想為了避免本國銀行交易員 也跟著 這個炒會的這些行列 這個讓新台幣 這個火上再加油 那近日央行也要 密切 請多家公股 以及 民股的銀行 相關主管 來喝咖啡 那請問就您了解 央行 道德勸說 對這些外資啊 你認為效果到底 好還是不好 跟你們也報告 其實齁 就這些事情齁 其實媒體當然就是有些 比較披露 但是 我是覺得說齁 這個 這些真實的情況怎麼樣 齁 其實恐怕還是應該由中央 可能要跟中央銀行 查證 因為有的時候 可能都是市場上的一些 說法齁 那市場上的說法 其實有的時候也是難免 留置於這個乾麵的說法 可能還是要由中央銀行 來這個說明比較清楚 那你認為對本國銀行 這樣的勸說 你認為有沒有效 最主要還是看中央銀行 這邊的整個的決策 我基本上面我剛剛也報告過 其實 衛會的管理 我們基本上都是尊重央銀行 這樣齁 那你認為 除了央銀行這樣的做法以外 我們金管會跟財政部 這個有什麼任何的其他的方式 可以協助央銀行來打這些熱錢 就剛剛也報告過 其實呢 在過去這段時間齁 我們幾個單位 其實大家合作了 還算是相當的 不錯是吧 相當的有一定的成果 那譬如說 我們在這一個 借鑒的保證金方面 我們也配有央銀行 那就是說 不再 就是說等一下 就是讓他們也不能再用台幣來用 那另外就是說 也把這個 兩年起以上的這種公債 也這個把它 納進去這個百分之三十的 這個流動性的準備裡面 計算 那所以這些措施實施了以後 這個 在上次討論的時候 中央銀行也認為說 其實也發揮了一定的效果 那中央銀行如果說 他需要有進一步的這種措施的話 我們也都會來配合 好 那個主委 我想外界經常以這個 低保費高報酬 尤其是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年報酬利這個 互利滾存的名義 來引誘消費者 投保 這個境外地下保單 那請問您那些 對地下保單的這些投保管道 是 是哪些在 在做這些銷售的途徑 既然是所謂的地下保單 那當然就指的就是 他不是在我們合法的管道內 來這個銷售的 那就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呢 我們過去我們有取締了 那現在如果說隨時發現我們隨時取締 另外的話呢 過去是只有行政法嘛 行政法 就罰他錢 只有罰錢而已 就是發錢 那所以這次也這個 我們委員提案說 希望說能夠 這個加強刑罰嘛 那我們也支持 那其實我們也提給行政院一個部分 調委修讀草案 那我們也支持就是說 把這一個 就是銷售地下保單呢 也這一個 改採刑事 增加刑事法啦 那當然至於這個到底行度多少 這個部分其實大家可以進一步再討論啦 主委啊 到底這些 違法存在的事實 這些銷售的途徑 那金管會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些來杜絕 把它消滅掉 這個跟林委報告齁 這個 其實這個所謂的地下 他當然他就不是非常有組織性的啦 那所以我們會盡力去取締啦 我們會盡力去取締 那同時的話呢 如果說我們的這一個 將來齁 這個 增加了這個刑罰了以後啊 那對這個取締的效果肯會更大 而且有克服的作用 主委啊 你知不知道 媒體有報導過齁 根據這個業內人士的透露齁 今年新成立的40多家的這些 保金公司其中有高達八成以上 是 銷售地下保單 這個最嚴重的齁 那 那 那認為 你認為 像這樣的情形 我們到底軍管會 有沒有確確實實去瞭解 他們這些保金公司 這個違法的事實 我們呢 對於這個保金公司的這種 業務的經營我們隨時都要來監理啦 那至於這個 我想這個傳聞齁 還是需要這個去查證啦 也不見得是事實 不過我們會加強管理 那我也相信說 當這個增加的刑法了以後 整個嚇阻作用呢 這個一定更大 那你認為現階段齁 主委啊 現階段你認為軍管會要怎麼 針對這些要是違法事實的話 要怎麼去划 現階段的話我們是有 我們是有這個罰 只有行政罰而已 現在 現在是罰金嘛 加強對民眾的宣導 那個那個我想齁 因為 當然 媒體報寶對地下保單的問題 軍管會原本就在 我想就在研議當中啦 齁 那也將修法來增定行責 那請問軍管會 你認為行度 應該 要定在什麼的範圍裡面 才比較適當 是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在討論 因為其實它是牽涉到整個刑事政策的 一致性的問題 跟平衡性的問題啦 那我們 針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考慮到說 第一個 如果說它純粹詐欺的時候 那是一個刑罰嘛 那如果說 它是這個 它是銷售 銷售這個非法的保單 但是這些錢 它並沒有被侵占掉 這可能是另外一個行度啦 所以這整個行度的話 可能要綜合考量 我們在這個 宋行政院的這個 版本裡面 我們會跟 我們也跟司法單位 大家研究一個 比較 比較橫平的這種行程 因為齁 那個主委 現在的 這個保險法裡面 針對這些 這個違法 銷售地下保單的這些 其實只有 有這個行政財法而已 最多 九十萬到四百五十萬 所以 所以這個是 這個 所以這個是 怎麼講 就是說它的那個 動作作用其實不太夠啦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第一個 這個 罰還的金額的部分要提高 另外一個就是刑法 還是要 我們贊成這家刑法 製作刑法的 刑度 是不是也要橫平 就是跟其他的犯罪 有是不是一批綜合來考慮 因為齁 就是因為現在只有行政採訪 所以說 造成這些不孝業者 有志無恐 所以說我希望說 在這一次整個修法裡面 這個在刑法方面 這個要把它納進去 是是 我相信才可以去杜絕 是是 你認不認同 是啊認同 好謝謝